连接淡水与巴黎的淡江大桥这个大工程的第三组桥体标案 在今年初流标之后在第二次2月8号开标 但是结果还是一样没有厂商愿意投标 而这也让原定2020年完工通车的淡江大桥出现了变数 对此事议员正在立想表示淡江大桥因为有许多问题 当时厂商都在观望而日前公路总局在第二次流标之后 也与厂商召开座谈会 议员说中央部门不应该把所有的问题都由厂商承担 那目前在于第三标已经第二次的一个流标 非常惶恐那第三标二流标 那我们中央这一部分一定要解决一些厂商的困难度 比如说抗争的事情 那你说叫厂商来承担这一些 我觉得不妥啦 因为你要用公权力去解决 也不是说叫厂商来承担 厂商只是承包你的地方的一个工程 让他们专心的把这个工程做好 桥梁主体结构的第三标 标案已经二度流标 观望总局日前办理座谈会 议员表示当时厂商提出经费 供期不足等疑虑 其中还包括了在施工期间 会有可能面临捕曼苗的渔民抗争 还有观光船舶舶航道的抗争等疑虑 更是大问题 不过公路总局却始终没有给一个 欠缺的答案 然后一些文化的考古等等的问题 也不是厂商能够来解决的 所以期盼中央能够拿出 你们的一个公权力来解决地方的建设 让我们这个淡江大桥能够顺利的来完成 如果再拖下去的话 我想109年绝对不能够完成 所以大家都要努力 大家都要尽快 不是把这些比较困难 有软度的问题 多叫厂商来做个解决 这是行不通的 淡江大桥在2020年限期完工 总工程款大约有85亿8千万元 厂商认为经费不足 另外在淡水河面 还有其他的文资考古的敏感问题 以及部分技术高门槛等等 议员也希望中央公路总局单位 应该要确实的帮厂商排解这些问题 而不是全部都推给他们承担 希望能够在下一次的3月15号 第三次招标 能够有好结果 记得许端一 淡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